欸嘿,我闪 我在闪 在闪 呃 玩游戏 哈喽,大家好啊,又是我Ad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买魔影片 相信各位看到刚刚的画面 很明显知道是要介绍什么游戏了的啦 对了,没有错 就是在2月25号即将上线 观众期待的灵魂系列开放世界游戏 Elden Ring 埃尔登法环 一如以往 影片不会泄露任何重要信息 小编我要和艾伦一样 虽然他已经预测了未来 但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任何机密给其他人 所以我也不会剧透任何内容 那我们废话继续说 直接来开始 此游戏故事讲述着因为埃尔登法环 在女王玛丽卡统治的交界地破碎了 拥有着女王玛丽卡血统的伴神们 由于持有埃尔登法环的碎片 从中获得的力量 让他们发狂并建起了战争 身为玩家的你 你将扮演着曾逝去黄金赤福的褪色者 跟随着赤福的指引来到了交界地 会见埃尔登法环 游戏开始前 你会先需要创建你要玩的角色 角色的性别和外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反之 起始的角色统计会被你所选的角色类别所影响 该游戏的角色类别分有十种 例如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统计 我个人推荐新手玩家可以选用Confessor 虽然这是个近战角色 但他是属于防御类型 有着不错的防御值 而且装备重量方面也容易管理 至于其他角色的统计 我就先不跟各位透露那么多 让你们自己去烧脑研究 这样子才能完全体验到该游戏 在游玩的过程中 你可以尽情的探索整个游戏世界 Eldern和其他开放世界的游戏相比起来 这款游戏的地图看起来会比较小些 不过每当探索部分区域的时候 不但会发现未知的古墓 而且会遇到NPC并触发游戏任务 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游荡在整个游戏世界 整体玩起来不会显得无聊 能够满足玩家的游戏体验 他在探索的时候迷路 到不了你的目的地 不用担心 直接打开地图 在你要去的地方做个标记 做好后关闭地图 就可以看到类似星标的光芒射向空中 而那就是你的目的地咯 另外 如果觉得11号巴士行动太慢 你可以召唤出你的马仔 作为代步工具 而且都不好体力 或者是可以瞬间转移到你发现过的据点 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啦 起始的武器装备将会根据你选的角色类别 之后你可以选择其他武器 或者是装备的类型 武器和装备的选择将会影响你整体的角色统计 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装备和武器都拥有着重量 而重量将会影响到移动速度和翻滚动作 如果太重的话你是不能翻滚的 不能翻滚就等于能躲避敌人攻击的方法就减少了 所以要多多留意 个人推荐先玩单手剑 配上一个保护盾 这样就可以提高你的存活率 翻滚速度也比较快 比较容易躲避敌人的攻击 至于远程攻击的话 可以先尝试用功 等你已经拿捏好游戏的操作机制过后 就看你要不要尝试其他的武器类别啦 战斗方面可分为近战打法 远程射击和模仿攻击 而这些战斗玩法都取决于你所选择的武器类型 如果你同时装备两个一样武器的话 你将会获得一个叫Ash of War的技能 而该技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招式 比如说同时后装备这两把单手剑 就可以触发双刀的独特攻击 二刀流 新爆气流掌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技能真的是不错用 所以喜欢用两款同样武器的玩家 真心推荐你们使用哦 在打斗的时候 你都可以靠防御来降低敌人的攻击伤害 如果在近战时成功防御敌人攻击的话 你将可以做出高伤害的反击 除了防御以外 翻滚或者是跳跃都可以闪躲敌人的攻击 闪躲只能在队的时机 再做观察和了解敌人接下来的攻击招式 才会有效果 我在这里偷偷跟各位透露一个打斗的建议 就是跳跃闪躲敌人时 你都可以做出攻击的动作 虽然伤害不比重击来的高 但也不比普通攻击来的低 所以各位玩家游玩的时候可以尝试下这个攻击招式啦 此外 使用特定攻击招式会在敌人身上触发交错攻击 这样就可以阻断敌人的攻击招式 还有一点就是玩家也可以使用灵魂召唤你 召唤出幽灵伙伴帮助你讨伐敌人 另外跟以往的灵魂游戏不同的就是 本作添加了潜行埋伏的玩法 如果你发现敌人数量太多 与其选择正面战斗 潜行尸杀也是个不错的战略 你可以先躲在有高潮的地方观察周围和敌人的东径 规划出相对的作战计划 至于潜行尸杀的条件 就是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进行攻击 一旦被敌人发现 将无法继续潜行埋伏 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离和离开他们的视线 才能再次的潜行 这代的Elden Ring故事情节涉及到很简单明确 玩家扮演的角色只需要回到该世界里 打败所有半神 并从他们手中夺得艾尔登法皇的碎片 然后成为艾尔登君主 虽然和Dark Souls 2黑暗灵魂2很相似 不过整体的游戏体验感觉喜悲得好 可以想象到就好像自己胜负重任 完成使命成为最强王者 对于一款魂系开放世界游戏来说 整体画质和美术真的是超级好看 和前代一样采用了梦幻西方世界的主题设计 在悬崖上看像一片大地 也隐约可以看见一些遗迹 让小编我都不禁感到震撼 不得不为这个游戏的制作主派手鼓掌 宫崎英高制作的魂系游戏都没令人失望过的说 游戏系统和敌人AI机制 会根据你的游玩方式做出可应对的招式 使到整体打斗过程都显得很艰难 虽然偶尔会因为一直死去而感到绝望崩溃 但是一旦打赢或者是船关成功了的话 那种喜悦和很有成就感的滋味是无可取代的 好啦又来到我们影片的尾声了 总而言之 小编我对于这次的Elden Ring是非常的满意 背景故事和去向都加强了整个游戏的游玩体验 玩家需要冷静和耐心的观察 然后思考如何对付强悍的敌人 当没在打斗而在探索整个游戏世界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的享受这游戏里所拥有的漂亮场景设计 说了那么多 想必你已经知道小编我一定会说值得买 那当然啦 那么好玩的游戏不买就真的是废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玩灵魂系列游戏的话 就真的要考虑一下你是否有耐心去挑战这类游戏 如果决定好了 就买罢了 那小编在这里给出个建议 先观察敌人的动作再做出判断 不要贪刀 还有就是以平常心去游玩 因为你一定会死很多次 还有就是卡关 然后无数次都玩回同样一个关甲 或打着一样的敌人 以上就是小编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不知道各位对这款游戏有什么看法 会不会买呢 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 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我们的玩游戏频道哦 另外我们还制作了一个短短的 Elden Ring试玩影片啦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任何影片的话 记得按下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影片更新通知啦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是Ed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